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我是Linda 在经历了 从12月22号开放新地图 1月28号到2月18号开放工会各项功能 3月16号的大失望后 仍有未放弃希望的人们 终于在这将近三个半月的苦手后 4月6号的这天迎来史诗集的改版 很显然这次的更新量对于已生疏的黑局 确实附和过重导致维修一延再延 也不意外转职跟新职业 大概要等到下一次才会释出 另外黑局应该要好好改善 很多玩家阅读官方满满的情报过后 是很容易搞混的方向 会以为这次应该有A或者B 结果确实C 不免会升级负面的抱怨情绪 而因为这次内容有点多 多到连维护项目都没有写上 如果有我遗漏或者未注意的部分 欢迎各位留言补充说明 而部分官方或者之前已有介绍过 相关的连结我会整理放在说明栏位 那就开始来看看这次各项更新的总整理 快捷列调整 快捷列调整 让技能安排上更为灵活 能力素质显示更加清楚 让你不再疑惑 并且追加获取部分称号后 可些微提升能力 打怪勾选查看我的伤害 可以清楚分辨 暴击跟穿透 练金术的催化机制作 需求调整 并开放视频强化券的制作 皇家会当商人 更新了贩重项目 每日副本追加难度6跟7 并且调整的奖励 以及新增初学者训练营 地下墓穴的高难度模式 以及多人副本可以帮你找队友了 武器装备制作台更新 这边整理函版所有突袭装的素材提供给各位 有需要的可以先开始存材料了 组队中 只要同地图 都可享有Buff技能 以及使用的功能药水 并且组队经验讯息 会清楚显示额外加成 如果队伍等差过大 则会显示附加成 武器实装功能开启 可透过装饰品商人 打怪钓落 钓鱼 黑市 未来活动等 都有机会获得特殊外观 突袭拳套 以及武器强化 会显示特效光 请大佬们用你们强大的光芒 移命我们吧 钓鱼项目更新 在工会领地钓鱼 可获取轻于武器装饰袋子 其他则一样都有机会获取 杰夫的材料箱子 或尼亚师的祝福 杰夫的材料箱子 可以开到一些材料 例如染料 钓鱼材料等 尼亚师的祝福 为制作钓杆的材料之一 武器增加双手锤的项目 雕像 追加到韩版最新的世俗雕像 部分隐藏任务解锁 例如列丘 寻找凯瑟琳的贵重物品 阿蓝左下角影帝 塔姆琳左下角的香蕉头任务 怪物图鉴右下会有脚印 代表是可以巡浮的类型 外观并跟卷影上线 欢迎参观选择 高等技能 主动技能 跟被动技能 被动调整 坚定的抑制及各职业的新被动 可透过右边的两项任务取得 而假设你会使用到重极的话 也可以优先升级 因为各职业水晶 现阶段还太稀缺 好感度更新传送功能 如果你曾经把该位NPC 太阳池亲密 透过点击后 就可以使用传送功能 成就系统更新 增加制作 骨鱼等相关成就 野外新增可开启的书本 保障箱 可获得隐藏任务 烹饪提示 或者服饰材料等 工会狩链场 怪本身都不会太强 经验却很多 配合经验活动 韦德 烤石单语 过年食物 PVP模式 每天练好练满 但工会成员最好避开一起进入的时间 避免练功效率降低 新地图 HPMP吸收依旧仍未比照寒满 还好也没期待过 而除了既有跟上次提到的debuff 再补充说明一点 从新地图开始 击杀怪物会掉落黑色碎片 是制作T5跟新雕像升级会用到的材料 而这道具掉落率很低 可能好几天才会看到一个 有超能力 也是可以轻松克服的 塔姆林居住区 各位可以选择是否搬过去 但套用的buffer只限定几个地图 韩版目前也没有要更改的意思 而设定有多两个选项 我也搞不懂实装了没有 但如果知道功能的 欢迎留言告诉我 进阶的贡献系统 你会发现你上面的项目 多了一个星星 为韩版不可3.3开放 但它的开启条件要280等 可透过重复任务 或者打怪贡献度满的时候 获取一定的点数 可以去贡献商店换取材料道具等 但因为离我们还太遥远 就不多赘述了 工会突袭 目前已堆上我之前介绍的 韩版奖励了 务必每天打好打满 而目前工会领地的兑换商人 还会开启更多的兑换材料 看样子还是要等到T5开始普及 课金宝箱 扎干T4材料 T5金装的残余架子后 才会下放了 这边补充整理3.5版的小调整 各位可以看看是否有感 竞技场命中跟伤害会依照整体平衡 不希望的物魔房调整 拆解T2以上金装 初局10碎片的数量会变多 组队等差 调整到20等 断线10分钟以上会被自动踢出 进入每日副本 不会再被强制敌对了 烹饪食物的重量减轻 怪物的生成速度优化 肉袋可开启20个 拆解项目提高到18个 废弃的矿山 怪物HP下修 那这边也跟各位分享一些BUG 例如怪物卡现在会随机掉落 但收集路还没开启 雕刻皮也因为还没开启 所以点击的时候会直接断线 如果手机上开启虚拟键盘 操作正在自动狩猎的角色移动时 会因为自动锁定怪物导致移动卡死 商城的徽章商店目前消失了 但函版是有一道工会领地 模拟器的玩家似乎更会闪退了 因为现在台版走一个很微妙的版本 依照功能来说 至少已经到最新的3.7 但又因选择性开放的关系 导致有些函版3.0到3.6修正的BUG 目前无法套用 直接妖魔化 看看那魔力宝贝永恒的初心 4月1号开服后 直接爆掉到今天还在努力中 千万不要互上后尘了 但有妹子就是香 接着来介绍活动相关内容 儿童节活动 正当我原本以为是台版独创 准备感恩西赋 赞叹西赋的时候 仔细一看 原来是早在韩版19年10月的活动 改个名字再利用 看来黑局能给玩家的想象力 在过年活动就已经全数耗尽了 当然内容换汤换药 才是我们认识的黑局吧 甜点酒吧 任务中会需要制作波奇棒 配方可以透过南波平原的NBC学习 材料只需要面粉、糖、盐 而后面需要的巧克力跟草莓 可透过单人副本中取得 解完后可获取对应的食物 但因为全家跑速相对没有那么实用 而你如果发现刷后面的副本都打不到 可以尝试去打下水道 或者初学者训练营 我自己测试这两个副本打最简单的都会掉 但后面的副本不掉就是不掉 我猜可能这是很久的活动 原厂没调整好设定 饼干收集 饼干收集任务 挂网、打怪 又能免费收集的任务 换的东西还算实用 可以代替HP、NP药水 唯一的差异就是后面兑换强化卷轴的数量 韩版是有下修的 但台版还是维持修改前 也是不意外 最后希望黑局不要只会画蓝图 花时间与玩家好好的良性互动 这样即使遇到一些状况 我相信大部分还是会愿意支持的 听取意见 如果只是原厂的责任 那干脆请原厂设置窗口给玩家就好了 何必经营社群媒体 要花心力 取有弱的玩家负评价 这不是找罪兽吗 切莫认为看似稳稳的经营 就能对外在的身影充而不闻 只不过是推导的手还没到来罢了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Binder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